十年前以应顺导师为名的应顺桥梁 在新竹市正式完工 来纪念一代佛教宗师 为净化人心和立行人间佛教的努力 希望连接起人与人的关系 在过桥同时也能怀抱感恩心 当时的市长他很感念说 我们的应顺导师在新竹 有创办了我们的福岩金社 应顺导师他立行人间的佛教 更希望让更多人的了解说 我们应顺导师他这样伟大的心仪 同样在新竹还有一条 以慈记命名的道路 而这个缘分来自2008年卡梅基台风 造成新竹浦顶路淹水 慈记人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慰问清扫 这样的关怀深深感动当地人 慈记路也因而诞生 这条慈记路啊 这水很开阔 那一条桥很健壮 我真的很感恩啊 做什么事情 真的对人感有付出 这些付出的 无所谨 要再吃欢喜 这人上人行脚到新竹进司堂 回忆起当年慈记路和 应顺桥的模样 人印象深刻 而慈记人也期盼 盛的脚步能继续向前 大家新闻 范绣 李明华 新竹报导 谢谢大家